你是否还在寻找心灵伴侣? 不论现在是否拥有婚姻,或者刚从一段婚姻走出来,或者你还是单身状态,寻找心灵契合的伴侣是每个人在这一生所期望的,但你可曾想过透过高层智慧的帮忙,找到心灵的另一半。 这里是西瓦超心灵感应的免费课程,内容源自美国官方出版书籍,书名中文翻译为开启天赋直觉力ESP,为了不错过更多心灵科学知识,欢迎订阅按赞及分享。 以下是凯瑟琳,汉道夫寻找理想伴侣的故事,凯瑟琳以前曾经在西瓦国际总部担任汉西西瓦的秘书,现在他自己创办公司,负责行销西瓦心灵系统的相关业务, 同时他也是台湾授权讲师汉光的老师。 他年轻时做了很多糟糕的选择,交往的男友常常对他施暴,后来的新男友不会动粗,但也经常施以精神暴力。 于是凯瑟琳进行意念设定,用祈祷的方式寻求高层智慧指导。 他的同事,艾德、伯纳,也利用心灵影片的技巧,协助他获得高层智慧的指引,让他能找到对的人。 比方说,他跟某个男人约会了几次,希望能知道他是不是认真要交往。 凯瑟琳寄了一封email给对方,问他周末要不要出来句一句。 对方回信说,他要自己一个人过周末,想想自己的人生,未来要石磨。 凯瑟琳问,这是石磨意思? 爱德说,这表示他准备对未来做一些决定,而你不包括在里面,几天之后,凯瑟琳终于接受事实,这个男人的计划里面并没有他。 后来,直觉引导他去参加一个教会,有一个单身小组正好符合他的需求,他在里面十分活跃,很有贡献,自己也获益良多。 他还是继续出去约会,不过不抱太大的期望。 凯瑟琳回忆道,如果对的人出现,那很棒,但我没有任何期待,在此同时,同事也继续在心灵影片中替他祈福。 后来他又加入了当地的消防支工团,想替社区出更多力量。 这时候,教会的一位牧师兰斯,平常负责给单身小组提供资商,问凯瑟琳愿不愿意帮忙筹办他的高中同学会,他立刻就答应了,牧师住的城镇离他住的德州奥斯丁有几百英里远。 不过,凯瑟琳的教会因为资金短缺,兰斯牧师被裁员,但他很快就在另一周找到工作。 没多久,兰斯牧师高中同学会的日子愈来愈近,他写医眉癌问凯瑟琳还愿不愿意帮他办同学会。 凯瑟琳其实不太想去,但兰斯牧师人很好,常常帮助别人,所以就答应了。 同一时间,兰斯牧师有一个高中同学,一直住在家乡,他也不太想参加高中同学会,经过朋友的鼓励他才决定前往。 同学会当天,他一个人站在旁边。 在牵到桌帮忙的凯瑟琳注意到他,就问身边的兰斯牧师,站在那里戴牛仔帽的那个人是谁。 兰斯说是他的高中同学大卫。 于是他走上前去自我介绍。 两个人立刻就来店,凯瑟琳留下来待了好几天才回去,趁机好好认识大卫。 之后,双方互相拜访了几个星期,凯瑟琳决定在大卫住的城镇找一间公寓,这样每天都可以跟大卫见面。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,两个人终于在2005年结婚了,证婚的牧师就是兰斯。 兰斯认为自己是把高中同学大卫和好朋友凯瑟琳签在一起的人。 某方面来说,他确实是,因为高层智慧透过他,让凯瑟琳在对的时间前往对的地方。 凯瑟琳一直想要找一个稳定,理想的亲密伴侣,现在他找到了。 过去那么多年,他这么努力地寻找,换来的却只有头痛和心痛,后来不再期待之后,反而如愿以偿,这不是很有意思吗? 当他开始寻求高层智慧赋予他的人生任务,开始帮助别人,解决问题,尽力改善周遭的一切,其余的便加诸于他了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,15年前他在西瓦心灵术的课程中学到这句话,然后他祈祷神的指引。 在西瓦心灵系统中,神指的是高层智慧。 行他的义,凯瑟琳白天有一份全职工作,后来还有自己家里的生意要照顾,但他还是拨出时间,毫无保留地去帮助别人。 有人需要搭便车,他就在他们,有人需要地方住,他的公寓也可以借助,教会如果有活动,他总是投一个自愿帮忙。 凯瑟琳并没有放弃约会,探看能不能找到理想对象。 没错,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伴,不过他也明白,如果注定没有,他会继续过人生,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。 其余的都将加诸给你,他和大卫的相遇,不知道是不是高层智慧给他的最后一个考验,探看他在有点麻烦也不太情愿的情况下,还会不会去帮助朋友。 又或者这是凯瑟琳人生中注定要完满的一个插曲,让高层智慧能更简单地把一对加偶拉在一起。 西瓦的堂弟黄恩西瓦,他和汉西西瓦曾经做了一个实验,他能不能透过意念设定,让黄恩西瓦成为发明家。 两个人做完意念设定后,黄恩坐在沙发上,等待讯息降临。 这时,他的继父把他从椅子上拎起来,叫他快上工,去家里的机械厂帮忙。 黄恩随手拿了一根铁条在车床上翻动,只是想让手不要闲下来。 他发现,手上的铁条似乎可以变成尺条零件。 一个念头闪过,尺条刚好可以用在自动贩卖机上,把这些自动贩卖机卖到墨西哥,应该很有市场。 他的发明就这样诞生了,也替他赚了很多钱。 他说,一旦你站起来,开始行动,四处寻找可能性,就比较有可能找到答案,这恰恰是凯瑟琳的状况。 凯瑟琳开始四处活跃,身体力行。 他是在行神的义,高层智慧注意到了。 时机一到,高层智慧就把凯瑟琳和大卫牵在一起。 如果他想的只是自己,而不去执行高层智慧派给他的任务,他就不会被注意到,因为高层智慧忙着要照顾许多执行任务的人。 汉西西瓦的研究,也是他毕生的经验之谈,让他相信,生命不是一堆独立事件组成的。 生命的意义也不是在于让自己开心。 我们来到世间都有目的,他说,当我们努力达成目标时,其余的都会加诸给我们,在每天的西瓦课程结束之前,一定会说以下这段话。 你将不断地努力,参与有建设性,有创造性的活动,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 如此一来,当我们继续前进时,也会为后人留下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 西瓦课程最后的助导词中提到,你将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念,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子女来对待。 你是一个优秀的人,你能够体谅他人,并有同理心及耐心。 记得,没有人要求你每次努力都要成功,不过你要尽一切努力,改善地球的一切,而且不求回报。 因此,你的需求自然会获得满足,或许你给出去的远比得到得多,但你的需求终究会被满足的。 这是不同的心思维,和我们的教育并不一样,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或接受,如何选择,就看你决定。 如果你选择自己努力,那么请进入意念层,描绘你想要的。 如果你希望人生更有意义,请遵照西瓦最爱的这句话,你必先求他的国,行他的义,其余都将加诸给你,愿你在追寻的道路上一切顺利。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